用满目窗移这四个字来形容台东 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可怕 在7月8号凌晨开始 受到尼伯特台风的袭击 尤其是17级的强风 让各地灾情频传 县长黄建廷在7月8号上午9点 立即坐镇灾害应变中心 了解各乡镇传来的灾情以及状况 这一次的这个台风 因为它登陆的地点 比我们原先预期的都还要往南边掉 原本说是在可能花东交界处 到后来可能是在我们的北海岸线 成功东河 结果没有想到是在台东市的南边 所以整个变成台东市 是最直接的这个迎风面的地方 所以现在这样初步听起来 主要的灾情也集中在台东市 那么又以这个风 强风所造成的房屋啦 树木啦 然后电杆啦 这个铁皮屋啦 这些的毁损的情形最严重 那我刚整个听了检报过之后啊 第一个我们也很庆幸 倒是没有人员死亡的这个部分 那有六七十件的这个受伤的 可能是它清理环境啊 或者玻璃打破以后割伤的啦 等等这些的 那都已经送医也目前都状况都稳定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现在回在这个阶段啊 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后续 复原的工作 那复原的工作刚刚也指示了 第一个就是先以排除 交通的路障为主 这些倒塌的影响到我们的行车的交通 这个部分我们最优先处理 现在我们公所跟县府的清洁的人力 已经都出动了 那国军也都会全力来支持 那这个部分先处理完之后 我想同时台电跟这个自来水公司 中华电信也都立即投入这个 让它电信啦水啦复原的这个工作 那这个是这个是第二个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大概就是后面我们 农业损失的查孤天然灾害的救助 以及这个我们民宅 如果有房屋毁损 或者是有淹水的状况 也符合救助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请后续 请我们相关的单位来协助 民众来做这个申请 也在会后随即到达 北南南清宫 关心撤离的民众 这一次的尼泊特台风 强风的袭击之下 让台东各地都有严重的灾情 也希望灾害能够降到最低 后续台东县政府也会协助做好附件工作 关心地方以及民众的灾情状况 东南宣布方安林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